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黑色 迷雾笼着了天地 谁在那夜里流离 是一铃的叹息 埋葬着英雄的废墟 发出真正不甘的体育 那是铁蜂的钱财召唤 只为换来不去的你 要为今夜见照亮那天地风 是英雄的摘影 抚慰着漫目的长影 在门无尽的深渊 专守着天地 那是长时间的记忆 不负英雄之谜 不负这传奇 此次对战 真实情况如何 第九魔将无前掌握了黑帝的地数 天珠 我目前的太上忘情剑 也只是勉强占平 实力不容小觑 师弟 只要好好参悟太上忘情 不出时日 必可跨入地先之境 是啊 自从二十八年前 东海彭山之末 而今也只有长教和乌鸦师兄两个 迈入仙道的人心 小师妹过誉了 为兄天资愚钝 修道两百八十余载 却还只是人仙境 今后的昆仑 可就全依仗无涯了呀 师兄言重了 昆仑之存亡 靠的是每一个昆仑弟子 无丘无涯 身为昆仑执剑长老 亦会与昆仑 共存亡 师弟 你与子传天歌乃墨逆之交 不过你修炼太上忘情剑 若沾染太多俗人事 怕会影响你今后的修为 长青 不如让他败入我门下 同为剑仙 我对子传有脱孤之责 更何况 师兄 你已有位高徒 师兄怕耽误你修炼太上忘情剑吗 太上忘情剑 紫川的儿子我都保护不了 恋他又有何意义 私人已逝 师兄 切莫耿耿欲怀 当年 我就是为了修着太上忘情剑 罔过挚友 如今 我不想再给自己留太多遗憾 成青哥哥 你要挺住啊 这昆仑 虽是仙门 却也有人觊觎你的地剑 看来我们还得靠自己 子勋会努力 一直保护长青哥哥 子勋 让你哥哥在这儿敬仰一段时间 你先随为师去雪月风吧 是师父 子勋妹妹 不要走 你们说的我都能听见 地剑留在他手中也是蒙尘 不如加以利用撞我山门 先将地剑引出 嗯不错 不 绝不 若长青明天还不行 便将我的丹药给他 难道 我要永远都醒不来了吗 不 不 我不能忘记 绝不屈从命运 这是在哪儿 这 你是谁 你 是水中的女子 被困于纸面 方才是我救的你 我肯定是在做梦吧 好痛啊 混沌聚灵杯 这 可据我所知 就是先天道体的天之骄子 也没有什么半生灵宝 啊 自信点 你拥有的 你拥有的可是无上体质 混沌天体 你天生丹田如鸢 乃是混沌之缘 连接着你神识中的混沌之海 只有先壮大混沌之海 才能为你铸就真正的混沌之体 这些年 你修炼的灵器 全部在这儿 啊 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 修炼所需资源 比常人多一点点而已 便妄自菲薄 以为自己是废物 我可没说 难道不是吗 你丹田这混沌之渊 可吞天地万物之灵 助你修万道 掌万八 超然于万 这混沌聚灵杯 更是可惧天地间万灵之英魂 演朱棣道法 万灵万法 皆会给予你一生 据万灵之英魂 演朱棣道法 别开玩笑 你瞧 给我醒 给我醒 快点 回来 凡 compare 不复杂的 呢 在当时 我家 哪 ha 适 là 我把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